尋找台湾特有的商品 一直以来是爱多美在地开发的首要目标 而牛章芝正是上天赐予福尔摩沙的瑰宝 在台湾独有的深山密林中孕育而出 牛章芝仅生长于台湾国宝级保育树种 牛章树的树洞或阴暗潮湿表面上 其生长缓慢 生长期为每年6到10月 因此约要3到5年左右 方能产生具有功能之牛章芝 牛章芝中富含三贴类化合物 βD蒲聚糖 超氧期化酵素 核酸类腺肝等多项营养成分 而这项专属于台湾特有的宝物 有着许多的传说 具有丰富的台湾特色 相传台湾早期的原住民在森林中打猎 偶然发现牛章树腐朽的树洞中的橘红色真菌 于是采集来吃 味道很苦 但不久后口齿回甘 逐渐流传 在使用牛章芝后体力得到改善 因此当时的原住民在外出打猎工作时 都会口汗一片牛章芝 以达到提高身体机能的作用 现今牛章树已是平为受保护植物 而牛章芝生长缓慢且不亦人工栽培 以国民企业为目标的爱多美 必当将这属于台湾的国宝推向全世界 借由爱多美平台 让更多国家看见台湾牛章芝 蕴藏着台湾土地千年生命力的西式国宝 爱多美将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骄傲 台湾森林中的红宝石 牛章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